日本高松市市议会参访团一行人赶到基隆市政府正式拜会前 高松市市议员每个人都戴上白手套 现场共同快速组装由日本空运来基隆的武士人型各项部件 大约在20分钟内就完成精美的武士人型 而这项礼物正式要送给基隆市长谢国良 不过因为市长刚好到日本考察 因此由副市长邱佩玲代表接待和收下 对于精美的武士人型 邱佩玲感到十分惊艳 也感受到高松市议会参访团的用心和热情 双方面都期待两市之间进一步深化交流 我们都知道高松市是世界的宝石 非常的漂亮 我们必须要说基隆也许没什么漂亮 但是我们的爱心相信跟高松市一样 一样的美丽 也是我们很希望有更多的机会 也可以跟高松市学习 那台湾跟日本一向是关系非常友好的 爱心从来没有少过 所以希望借今天这一次拜会 可以加强我们跟高松市之间的互动 下一次真的谢谢大家 那也希望大家在台湾能够在基隆 能够看到你们要看的 那如果有任何需要协助或帮忙的 也不要客气告诉我 我过去呆的是媒体集团 那也有购物就台湾最大的购物集团 所以如果高松市有很好的商品 或是有希望很多文化旅游的介绍 我们都可以找我的劳动家来协助跟帮忙 那也希望能够订阅 本市は2017年5月1日に 相互の理解と交流を深めることを目的とした 交流協定を締結し 交流を継続しております 今回の訪問を契機に 漁市の有効の人のさらに強固なものとし 観光をはじめ幅広い分野での 実りある交流活動を積極的に 努めてまいりたいと思います 好 周成如大家所知道的 我们本市跟基隆市 在2017年的5月 我们提起了一个交流协议 那借由这个协议主要目的 就是为了促进双方的交流 同时促进彼此的一个认识 那我们之后呢 就是以来我们的 一直持续的交流至今 那我们希望通过我们 这次的一个访问呢 我们希望让我们两世之间的情谊 能够更维吾铬固 同时我们希望能够 未来呢除了观光之外 在各个领域 我们能够更丰盛 更务实的交流 这是我们目前所要致力的目标 感受到高松市議会参访团的热情 副市长邱佩玲 也代表市长谢国良 回赠美酒 以及名家书画猎豹的画作 和精美的小饼干 除了在武士人行之前 来个大合照之外 副市长邱佩玲 更开心的亲自引导 高松市議会参访团一行人 到副市长办公室内参观 并且介绍副市长座位 后方墙壁上 悬挂一幅 由学习画画才三年的自己 亲笔所画的台湾最高峰 玉山的油画 日本外宾看了都非常称赞 邱佩玲也向外宾说明 一般来说会挂上山景的图画 就是希望自己备有靠山的含义 也让日本高松市客人们 哲哲称奇一起在这幅栩栩如生的 玉山油画前开心合照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